歡迎光臨 每個禮拜天晚上8點鐘的超級霹靂會 今天是1月19號 要提醒大家 下週就是我們的農曆春節假期了 而小黎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我們的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為什麼會來我們的新莊呢 看到沒有 我們的霹靂英雄齊聚在這邊 曉得怎麼可以缺席呢 這就是我們的霹靂特展 那這次霹靂特展呢 特別在這個新莊文化藝術中心呢 來跟我們的戲名朋友們分享 會一直持續到2月2號 那今天是19號了嘛 所以再過兩週 他們就要回家了喔 就要回胡悔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請大家 踴躍的來我們的藝術文化中心 感受一下霹靂英雄的魅力 好那接下來在我們的官網呢 有一個非常棒的活動叫做 新春轉轉樂 它的旗線呢 一樣到2月2號喔 所以請大家趕快上霹靂的官網呢 來查詢一下玩遊戲 還可以拿大獎 大獎呢包含有我們的 蘋果的無線耳機 還有我們的霹靂人形力牌桌立 同時呢 還有我們的霹靂呢 時代金曲的這一個專輯 包含像紅塵曲等等的呢 都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呢請大家趕快上網 玩遊戲拿大獎 好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精彩的 超級霹靂會 霹靂幸運快報帶你掌握最新的霹靂訊息 首先一開始呢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的超人氣精品 我們的超霹靂滑鼠墊 那這一系列呢除了它的輸出 非常的精美之外呢 我覺得實用性跟收藏性呢 都非常的艱鉅 好我們這次為大家推出的 這一個角色呢 包含像我們的琴虎 瞻雲金 還有我們的天扇子 Solo龍手的 這個魔風 還有這個 斜黃版 另外我們劍子仙姬呢 是斬魔 還有我們散髮版喔 記得趕快上霹靂網查詢一下 緊接著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們霹靂霞峽風 DVD的這個 長巨盒 那每次呢 我們這個典場的長巨盒呢 都會 別開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創意 那每一年呢 都會用不同的方式 幫你收藏呢 我們最心愛的劇集 那雖然現在霞峰呢 上演到目前呢 還算是蠻前半段的劇集 可是 我覺得你要收藏一份劇集呢 已經準備好 這個收藏盒了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我們非常精美的收藏盒呢 想要獲得它的話 記得趕快上霹靂網查詢一下了 接下來呢 是 我們的周天精品 真的是越來越多樣化了 以前有月餅 沒什麼了不起 還有年菜也沒什麼了不起 我們現在連手工餅乾都有了 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的 茶哨花杏 以花杏鋒這個角色 然後來做很多很多延伸的設計 這是紅茶手工餅喔 那這個是我們的設計理念 來自於花杏鋒 在雪地當中 煮茶的劇情所延伸開來的 喜歡他的朋友 或者很喜歡品嘗手工餅乾的朋友呢 千萬不要錯過了 趕快上霹靂網查詢一下 好接下來呢是我們的霹靂霞峽峰的聚集原生帶 我們的聚集原生帶呢 已經來到了第七十七了 那你們有沒有換算過 從第一集啊 就我所知我們曲目呢 整張專輯當中大概都會到二十幾首 甚至多一點會到三十首 那如果以這樣子三十 乘以七十七 我們的霹靂神曲已經 非常非常的可觀了 就我們 這個感覺就像我們可以自己開一個 霹靂K歌館 你進去裡面就是可以 點很多很多我們霹靂的歌曲 這是蠻酷的 董事長 我覺得這樣是蠻不錯的 好那再來呢 因為音樂特輯呢 有很多精采的內容要呈現給大家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做成VCR 趕快來修一修 沐老師2019年作品 音樂初登場於霹靂霞峽峰第一章 作為讀千秋角色和舞系的同用曲 開頭低沉且強而有力的鼓聲敲響 搭配漸進躁動的緊逼節奏 緩緩帶出天下無敵的超然氣態 呈現上古傳說的武神破風 一股虛勢待發的龐然之力瞬間爆發 將席犬武林開啟新局面 使用小狂的精采 使用小狂的大型 使用小狂的大型 超然而來看 馬上全面 培靜的大型 並且展現大型 使用小狂的大型 使用小狂的大型 跟著自然間 使用小狂的大型 使用小狂的大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奥剑千秋 姬长甲舞曲 风采伦老师2019年作品 音乐出登场于霹雳霞峡第四章 激昂明亮的乐章 吹奏出洒脱飘逸的风采 游人由于变化多端的编曲 表现出侠客自信从容 再再将姬长甲的顶峰剑翼完全烘托 于三峰之战中 首线奥剑千秋华丽锋芒 中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舍身归孽 摩荷孽舞曲 蒋爱国老师2019年作品 音乐出登场于霹雳霞峡第一章 循序渐进的冷冽声响逼近 而后累积爆发而出 在急促篡动的音效中 透露着过往摩荷孽 与其师兄士天苍生死一战中 悔恨双双被封于静天道内 如今破风再现成环 将再度展开无尽的杀戮罪孽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玉龙影视月云深角色曲 黄建勤老师2019年作品 音乐出登场于霹雳霞峡第二章 悠扬的笛音徐徐吹来 搭配琴音编织出从容的步调 随着雅致的曲韵 诠释出影视高人的绝代风范 展现玉龙影视神秘气息 乃合图实质之一 智慧超拙 也是地龙印的师尊 布局和谈吐间 皆流露出超然的自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多精彩的乐章将于霹雳一层的国家 英雄榜后为大家继续介绍 千万不要错过咯